这个结层电路在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当中是一个核心的部件 大家好,这里是雷登客栏 通过上个视频学习,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结层电路 小黑点对下的这个角是一角 逆时针,二角,三角,四角,五角,六角 七角,八角 好,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结层电路的引脚定义 这是关键性的一个技术基础知识 通过查询 这是一个3842的结层电路芯片 那么3842 这个结层电路 它的引脚功能定义 我们必须搞清楚 直接输入3842 好 我们已经打开了 这个3842的芯片的参数 这是一个八个引脚 八个引脚的管角 这是一个连接图 第一角是补缠 二角电压反馈 第三角电流取样 第四角是频率整弹调整角 第五角是结地 GND 第六角是输出方波 第七角是电源VCC角 第八角是基准电压角 这是一个引脚排列图 在这个内部电路当中 第八角我们知道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引脚 这个角一定是五伏的电压 我们测试八角一定要是五伏 因为里面是一个基准 五伏的电压源 测试这个角的电压有没有五伏 就可以判断 这里面这个芯片有没有问题 另外我们通过看见这个第七角是VCC角 这个证明是供电角 供电角一般是多大呢 我们一般是选择15伏 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如果没有其他规定 VCC角就把选15伏 选15伏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通过这个参数的这个了解 管角的引脚定义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阶层电路 在这个开关电源里面的 这个要求和它的特性 那么我们在维修学习的时候 就要参考这个场所进行维修更换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放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应该 按下期再见